是的 今天呢 我們 Arina-san呢 我們看看前方的 中間的攝影機 Senta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這一次喔 Arina-san呢 可是回回三年 再次的來到台灣 在老司機中 離不了的那個女神呢 精緻的五官 加上逆天的長腿 是不是讓大家都目不轉睛呢 右側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我們看看右手邊的攝影機 好 上面的攝影機 前方の後ろの方ですね 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 我們看看左手邊的攝影機 左側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這次回回三年 大家期待已久喔 我們真的等待了很久 終於呼喚到超強的金卡女優 來到台灣了 はい もう一度 真ん中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はい 我們再開看中間的攝影機 好 等一下呢 還會有非常多拍照的時間 OK嗎 好 上面 もう一度 上の方のカメラ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後ろ側ですね 好 我們開看後方的攝影機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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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れではアリモさん どうぞこちらの方へ はい 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はい 接下來呢 登場的是 號稱神之如美少女的陰空桃 さくらまもさんです どうぞ 歡迎 Wow 被封為的AB界最強的新人陰空桃 第一次來到台灣喔 大家看到他曼妙的身材 神乳神腰神靠的黃金比利式的 他的曼妙神姿呢 也辱過了非常多粉絲朋友們的心 はい 後方の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我們看看後方的媒體台的攝影機 はい 好 我們看看右方的攝影機 右側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はい 右側です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其實兩位喔 都擁有這個白皙的皮膚對不對 有一種初戀般的感覺 而且大家都很無害的感覺對不對 好 我們看看左手邊的攝影機 左側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 媒體朋友們呢 如果哪裡需要視線隨時都讓我們知道好嗎 はい もう一度真ん中に 手を上げているショート部屋のオフィシャルカメラマンになります そちら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はい 前方右側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我們看看右手邊的攝影機 好 我們再次的回到中間 はい 上の方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で 上の台の真ん中ですね 手を振っているのがオフィシャルカメラマンになります 好 歡迎兩位來到台灣市的疫情解封之後 我相信台日之間有越來越多的活動了 連我自己是女神 看到兩位都覺得有怦然心動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呢 好 看看右手邊的攝影機 はい 右側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當然今年呢 我們TRE台北国際成人 在有一連串非常精彩的活動 請大家呢 持續關注好嗎 左側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 我們看看左手邊的攝影機 兩大超人去金卡女優呢 一次合體 給台灣的粉絲們慢慢的驚喜 OK 我們回到中間的視線 真ん中に視線を はい 上の方の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 我們看看中間的攝影機 はい 今回はですね さくらももさんの初めての台湾 そして新たな皆さんは 最後台湾に伺いましたが 後ほど色々とお話を伺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還有哪裡需要視線呢嗎 好 都可以讓我們自動 手の上げている方へ はい 真ん中に はい はい まずは前方の真ん中ですね はい 後ろの方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好 我們先從前方 好 大家看後方中間 後方のセンターとカメラ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はい はい 等一下 我們還會有非常多的 可以讓大家持續捕捉 兩位的美好畫面 這邊的部分OK嗎 都有捕捉到畫面嗎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どうぞ こちらへ はい それではね せっかく台湾にいらしたので 色々とお話を伺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有沒有覺得主辦單位 真的非常懂粉絲的心 因為我們首播呢 首發的陣容 就邀請到了兩位超人氣 金卡女優來到現場 我們首先呢 先請兩位可愛的女優先跟 所有台灣的媒體朋友們 以及粉絲們一起打聲招呼好嗎 まずは台湾の皆さんに一言ご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大家好 我是新友菜 はい アルタアリナ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の 私 今回のTREに参加しますので 是非皆さんお越し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 我們新友菜呢 跟大家打個招呼 說呢 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她今年呢 有一層叫我們TRE 那請大家來到現場 幫她支援加油喔 謝謝 はい それではさくら桃桃さんお願いします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さくら桃桃です この旅初めてTREに出演するので 皆さん ぜひぜひやってください 我們陰空島先生說呢 這一次呢 是她第一次參加我們TRE 那請大家呢 一定要到現場來看她 然後幫她加油喔 謝謝 是的 有發現嗎 我們首播的陣容 就這麼強大 所以可見呢 接下來我們今年八月要登場的 TRE台北國際成人展 接下來女優名單也是非常誘人好嗎 那剛剛呢 其實我們陰空島也有為我們提到呢 她是首次呢 要參與TRE台北國際成人展 也是她第一次來到台灣喔 那你有沒有來台灣想要呢 體驗看看的美食呢 だから桃桃さんがね 初めて台湾に来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で なんか 食べてみたい台湾の食べ物とかありますか やったに一番は火鍋ですかね はい 日本でも台湾の火鍋をよく食べていたので 本場で食べ物を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たので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 我們陰空桃說 她很喜歡吃火鍋 那她在日本其實呢 也多常會吃那個麻辣鍋這樣子 那她這次來台灣呢 非常期待可以吃到這個現場 在台灣正宗的這個味道 那她呢 她吃得非常好吃 はい 是非お仕事で忙しいと思いますが 火鍋はね 食べて日本に帰ってくださいね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新有菜呢 新有菜是十個呢 這個三年再一次的來到台灣 我相信很多粉絲朋友們呢 也都非常的期待喔 那這次來到台灣 有沒有什麼 比較想念台灣的什麼呢 あの今回ね 三年ぶりに台湾に来られて 誰か あ 台湾のこういうところ 恋しいとか どざいますか あの 台湾に毎回 来るとですね コンティの ウードンちゃんの卵 の匂い あれがもう すごい 恋しくてですね 今回も台湾に来てきて あ この匂いが 台湾に来たなー っていう すごい感じました 好 我們新有菜說呢 他呢 之前每次來台灣的時候 一進便利商店 聞到的就是茶葉蛋的這個香味 然後呢 他說呢 他每次都會被這個香味所吸引 那這一次時隔三年拿到台灣 他一到便利商店 一進去聞到這個味道 就啊 台灣的感覺又回來了 這樣子 看來台灣已經成為新有菜的第二個家鄉了 對不對 はい 台湾的大尼的故障になりそうですね 嗨 那其实这一次呢 为了我们今天的活动 等一下还有粉丝见面会 其实我们今天的消息 一发布出去之后呢 在网路上就议论纷纷 有非常多台湾的粉丝朋友们 也跑来留言 为了要见到两位呢 听说话 好多人呢 都是为了今天 就事前已经排休了 那面对这么广大的台湾热情 不知道呢 新有菜也可以 或是呢 因空考第一次来到台湾 有没有期待台湾的粉丝 或日本的粉丝 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异 或是希望跟台湾粉丝 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吗 あの今回ね もちろん新田里奈さんは 台湾のファンとはね 以前お会いした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が さくらまもさん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が 台湾のファンにつきまして 何か期待してい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やっぱり今まで日本のイベントをやっていく中で わざわざアネイに来てくれたり 同意距離の中会いに来てくれてる人がいて その人たちとか 今まで会ったことないファンの皆さんに 今度は私が行くからね という声描きを今までずっとしてきて やっとそれが叶うので すごく皆さんに会え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まあ 其實就有過台灣的粉絲去日本找他 然後那個那個陸陸圖要用的指導 然後他也有預告說這一次換我又要去台灣 你們也可以在台灣就可以直接來找我 那他覺得這一次可以在台灣這樣子就很開心 那麽 大家一起訪問他會覺得很開心這樣 也希望兩位呢趁著無論是在這一次或是在8月的時候 都可以跟台灣的粉絲朋友們留下更美好的一個回憶 那當然我們在今年呢除了TRE台北國際成人展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會舉辦一個非常盛大的Amy Cross年度風雲旅遊大賞 關於這個呢信用在日本什麼樣的感想呢 あの 今回呢TREのこの展示会以外に 実はAdult Awardもね 今回台湾で開催されるんですが どうですかLinaさん ご感想いただけ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Adult Awardの方は日本でもやっぱり毎年 今はちょっと行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 やってましたので あの緊張感がまた台湾で味わえるのかと ちょっとワクワクした気持ちでいます 嗨 我們的這個信用才說呢 其實呢在日本之前 因為疫情有關係啦 以前呢 都每年都會辦這個頒獎典禮 那這一次呢 他來到台灣也能夠參加點 他覺得哇 也能沒想到在台灣也能夠體驗到 是我們要參加班洋給你這種緊張努力的感覺 我們也非常期待呢 兩位可以獲得呢 你們心目中最想得到的那個獎項啦 但是呢 其實這個TRE國際成人獎 我們殷空桃是首次參加 不知道呢殷空桃接下來在這個TRE裡面 有沒有想要跟台灣的粉絲朋友們 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互動或近距離的一個接觸呢 呢 今回呢 咨咨到actura momo cure brown 我覺得 不然我想要任何でも動作 它 thirds doch熱的心疋 那時候你拉之ember 雖然她很小時候 當然 為何都 Sono自然blaime 比方都要去台灣 但是他很期待說可以跟粉絲玩各式各樣的遊戲或是近距離接觸 比方說像是我們這個金卡 會可以在各別的小房間裡面來做一堆近距離互動之類的 他都非常期待喔 是的 所以只要來參加8月4號到8月6號 TRE台北國際成人展的粉絲們 只要來到現場你們就有機會可以跟兩位女優 一起來做一個近距離的互動 那我們心有猜身為TRE台北國際成人展的前輩 不知道妳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給我們的Sakura Momo-san呢 阿瑞達莉奈さん吧 前回もTREに参加されたことのある先輩として 何かSakura Momo-san的アドバイスはありますか ちょっと待って先輩的難題 え~~ まああれですかね ちょっと台湾のファンの方がシャイなところがあるので もう いきなり合ったらやっぱり ハグ 確定要這樣 他説ね 因為台灣的粉絲 都有點害羞 所以呢 如果到現場碰到害羞的粉絲 Maybe呢 他們就會給你們一個擁抱耶 所以粉絲們請把握機會好不好 這個機會呢 只要你們來到TRE 大家人人都有機會好嗎 也太可愛了吧 那當然呢 我相信有兩位男的來到台灣呢 工作的行程應該都很滿 但是除了工作之餘呢 我們主班單位還是希望你們兩位呢 可以體驗一下台灣的在地文化 你們知道來到台灣呢 一定要體驗的是什麼嗎 台灣に来たら必ず体験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ことは知っていますか はい No 分からないでしょう 実はね 皆さん台灣に来たら占いを体験します はい 來到台灣 當然要體驗一下我們台灣的算命文化 對不對 讓我們接地氣一下 今天 我們呢 邀請到了非常厲害的命令老師來到現場 等下就要為兩位一起來解析到底我們超人機金卡女優 今年的運勢會是如何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一起掌聲歡迎全台最正的命令老師 必理界的吳依佩 莫莫老師在場 掌聲歡迎 莫莫老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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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莫莫老師 我今天要為兩位漂亮的女優來解析面相 還有姓名學 OK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可以說是外貌時代 現今的社會 每位都是在看臉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從面相開始好了 我們請莫莫老師呢 從兩位的面相幫我們解析一下 可能是他們的床式小秘密 或甚至是接下來我們8月2號會有 MV Plus年度風雨女優大賞 請老師幫他們分析一下呢 到底他們的獲獎身事會是如何好嗎 好我們先從新有菜開始好了 好的 新有菜的面相呢 他的山根是非常挺拔的 而且呢 他的顴骨很飽滿 那還有 尤其他的眼睛 雙眼皮是非常的深邃的 不要看他這樣子喔 看起來很強是 其實他在性生活上面呢 他是喜歡被稱服型的 所以他是M字型的喔 所以要對 要努力的去把握喔 然後而且他的臉型呢 是小巧且精緻的 所以這樣子的臉型呢 就是我們俗稱的高貴臉 嗯 他也很容易在他的領域呢 脫穎而出 甚至呢 有機會稱霸我們 AV Plus的榜單 所以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好好把握機會 讓我來做了 好 好 加油加油 好好好 先讓你頂來 頂來 準便合作一下 請教育 是嗎 整理一下 真憐 陳真正rés 真正的 我沒有 大正確 難過 是 真正的 請教育 比我還好 新有菜 哇 老師算了好準 真的有點害羞 不過我們新有菜呢 馬上大方承認說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一個超級被虐狂 完全講中這樣子 那也希望他可以 真的可以稱霸一塊的房間 那粉絲們要繼續上去支持他 謝謝 哇 也太赤裸了吧 那接下來呢 好 我們新有菜是懂了 有沒有 那我們來看看 他哥讓莫莫獲獎會是怎麼樣 好不好 請莫莫老師 幫英東桃一起來解析 好 我們英東桃呢 他笑起來 他眼睛呢 是非常可愛的 很像彎月形的眼睛 但是呢 剛剛直視的時候呢 他的眼睛是又圓又大 就要看他這樣無辜可愛的眼睛喔 其實他是S屬性的 而且呢 他眼尾的這個字啊 很可愛喔 這個是桃花字 所以呢 這個桃花字呢 也很容易吸引到我們的異性 桃花園也非常非常的旺 嗯 而且呢 他的嘴型呢 他的線條是非常俐落的 所以他對於他自身的要求 還有呢 在那個作品的要求 完整度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他的身世絕對 一定是非常水響船高的 真的很開心喔 因為櫻空桃呢 解析了這麼多 他們的反應也非常的可愛 那櫻空桃覺得呢 你真的是S嗎 對於是S嗎 好吧 是 我也是 我個人的方式 因為我更害怕 我就是做的 所以我會做的 原本真的是 我們一通通聽說 這個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又被講中了 他說呢 他的的確在那方面呢 是比較控制比較強 然後會指揮對方 那要做什麼的 的確是S屬性的喔 好,一个属于M,一个属于S 那接下来呢,我们台湾的命理学呢 当然除了脸像,手像啊,或是看八字之外 我们还有姓名学也很深奥,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邀请莫莫老师 看有没有办法从两人的姓名呢 看出一些端倪好不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工作人帮我们上一下这个姓名的道具 马上就要请莫莫老师从两人的姓名 一起来解析一下,到底会吸引到什么样的男生 而且接下来呢,八月呢,也会再次来到台湾 到底那个时候他们的运势会是如何呢 我们一样从新有菜开始,好吗 好的,新有菜呢,这个新也代表一个新希望,一个新气象的意思 所以呢,这个新呢,也代表说他今年的事业反途 很容易会再次的突破 甚至呢,今年呢,有机会遇到一个对他事业有帮助的异性哦 今年的八月是不是有机会来台湾,对不对 所以今年的八月呢,他的事业有可能会有所突破跟成就 所以今年呢,要好好把握 甚至有可能在AV Plus榜单,真的看得到他很开心 好,八月来到台湾,说不定是那个时候在台湾遇到不错的男生 嗯,非常有智慧且理性的一个对象哦 嗯,非常有理性的、智慧的对象 嗯,非常有理性的、智慧的对象 嗯,非常有理性的 嗯,我们来看看殷空桃的名字好了 好的,殷空桃这个名字啊,其实就像他本人一样 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活泼跟可爱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乐天的一个女孩 然后呢,她是一个非常有长辈人的一个人哦 所以她今年的异性,有机会是有钱又有地位的 哦,真的要好好把握,尤其在今年的八月份 今年八月份呢,殷空桃很容易会发展异地链 甚至在外地遇到一个不错的对象 然后呢,殷空桃今年可以好好把握哦 因为呢,今年有机会有智产,甚至成家的机会哦 诶,你觉得呢,桃花大爆发耶 真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问问老师呢 自从先生想要问问老师呢? 诶,对吧 对吧,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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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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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8月8日-6日-2023TRE台北国際アザイト展示会に参加して 皆さんに会いに行きます 入場券は6月1日より販売開始になりますので 是非私たちに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れでは先ほどともさんお願いします 8月2日アジア最強の受賞式AVPLUS Awardに 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皆さんぜひぜひ会いに来て応援してください 詳しくはJKPACE公式サイトの最新情報を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 我們請統一老師幫我們翻譯一下 先講剛才的信用菜 他說呢 大家好啊 我們今年的8月4日-8月6日 他會在2023TRE台北國際使用展示会 大家相見喔 那門票的話呢 我們在6月1日開始全台開賣喔 他真的很詳細大家 請大家一定要來找他喔 那殷空桃的部分呢 他是說呢 8月2日呢 他也會出席這個亞洲最強頒獎 甚至AVPLUS年度奉与女優大賞 請大家一定一定要來現場支持我 來為我應援 詳細資訊呢 請上JKPACE 好 再一次的非常感謝兩位女優喔 那同時呢 在這裡還是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傳一下喔 是的 我們地標最強的SS頂女優呢 直接來到台灣的8月 將會參與一連四天的活動 其中包含呢 剛剛兩位也有忘記帶到喔 就是8月2號呢 即將登場的AVPLUS年度風雲女優大賞喔 將會在這個TICC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當然呢 還有大家呢 期待三年的TRE台北國際成人展 將會在8月4號到8月6號呢 在這個新美式工商展覽中心的強勢回歸 我們等待了三年重磅的陣容喔 希望大家都要前來參與好嗎 而6月1號呢 我們也會正式的在跟他通路呢 來販售我們的門票 所以呢 每次朋友們手刀要快喔 如果想要成為他們的陣員 要把握機會好嗎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詳細的資訊呢 請持續幫我們呢 關注TRE台北國際成人展的官網 Facebook以及JK Face喔 再次的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今天的季節會圓滿成功 那稍待一會呢 我們將會進行媒體聯訪喔 那電子聯訪呢 會在舞台上進行 結束之後 我們會拉到會場的後方來進行平面聯訪 再次的以熱烈的掌勢 謝謝新紐太音空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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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再次的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今天的命令稍後 我們現在在舞台上進行媒體的電子聯訪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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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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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新紐太說這次音樂行程比較忙 可能沒有時間去 不過它曾經有去過一次九份 他覺得那邊真的好漂亮 所以我們要再去一次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有一次 對 有很多的野菜 我們英國老闆很想去夜市看看 因為他做了很多特別的小談判 這個問題是 男性好喜歡的類型 Sakaさん請問 優雅 優雅 對 優雅 我們英國老闆最喜歡的是溫柔的男生 因為她剛才說 他剛才說 她希望可以跟著她 然後貼心 我做很多事情的男生 阿琳奈さん 怎麼樣 我 有清潔感 很優雅 錢 很嬉 對 謝謝 那個新有菜說 她希望能夠 外表要乾淨 要有一些清潔感 不要紅毛不眠 然後希望能夠溫柔的對待她 最好是有點錢 這樣子 是 那次請問 那次請問 現在是海外的工作 你們兩人是 國際恋愛的事嗎 請問 Sakaさん請問 愛與距離 有關係 好 好 好 我們一看到小姐很帥氣的說 她覺得戀愛不分距離 對 阿琳奈さん 請問 好 好 好 明白 那個新有菜也說 主要相愛不分距離 對 對 那二人 台灣男性 有可能性嗎 Sakaさん請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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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只要是她喜歡的對象 類型 她覺得不分國籍 她是否可以接受 她覺得是有可能 阿琳奈さん請問 對 當然 台灣的粉絲 對 很優秀 而且 日本男性 比較 柔軟 柔軟 很優秀 這個 有阿琳奈的感覺 是不是 對 對 台灣人的粉絲 所以 非常 很優秀 她說 她也是覺得台灣的男生 非常有機會 而且她覺得台灣男生 好像不太會拼腿的感覺 對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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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